谈谈资源股,也是Frankie,他$299,他指金也有 他就是12.12元,他就说,可否乘低买多一点点呢? 乘低,12.12元,你又不会低得太多 除非你说,你刚才有12.12元那一转,不算太多货 你就看上周五的低位,其实他已经试试了支持 华行区整个五月尾那段时间,大约是10.8元那些位置之似 即是100天线附近,那些位置是可以的 因为你10.8元和12元,你相差2元的话,我觉得你可以加 但如果今天你已经高开了的话,我觉得就无谓了 因为短线,指金的走势方面就要看着10天和20天线 甚至乎今天,他应该是挑战过列口的 你看着11.8元左右,应该会比较大 所以你现价是不加的,如果你加的话,也是等着10.8元 我觉得在金价短线的走势,都有机会再做好一点 虽然你说,好像市场上不要担心加息的因素 对于金来说,短线看,反而是看回资源价格的上升 还有整体,他们在短线有机会,即技术走势 这些团调整完,会再上升到1900元 那我就会乐观的,对于金价在这段时间 所以他上升到1950甚至2000元的话 其实指金还有几大机会上升到13元 我会建议你在低位10.8元 不过就要等多一段时间